一 我们想到什么 七 中一 当然都是一 都是治病 不能缺少 但是我们只能说包括这些 而自古 有内科有外科 那皇帝外景也失传了呀 尼海峡老师说 得到这个 很可能就是真本 以他多年的这个医者 那我们可以去参考 但是西医 他偏向西医 西医为更新金 神有金 白虎杀气 都是杀法之心 切割 也就不多说了 那中医呢 这个中字起的好 更接近人本位 更接近自然 但是他毕竟也是中医 也不是全部的医 而更高的那叫道医 学医 那随便你怎么叫 其实中医你学的足够好 一般的也足够治病 但是他分为 那身体的病跟心理的病 你看 又多了心理医生 现在 那自古呢 用什么来致 叫朱优 这个中医 其上其下 其左其右是什么呢 其精微玄妙者 助有者 助其原有 这个病因 病根 本所在 那我可能知道这个犯进终局 笑得过头了 打一巴掌 好了 这可以沦落到现在叫心理情绪治疗 那再高尚一点 叫零了 这个助有啊 你广义上说 也都可以包括 什么助法 服务法 进法 很多分法不一样 又掐指的 有画的这个 服 甚至都不用比 空手画 经历过吗 见过吗 所以你不信吗 所以你没有治过 没有好过 你不信吗 那只能说你 没这个缘分 那不能 不能说 咕噜挂文 没有这种经历 无知者无畏 还有很多很多奇妙 玄幻的东西 那其大者呢 就是五运六七 我们后面会讲这个 先 因为这个大家 只是道理上 结合现在科学 就认为 日月五星啊 这些星体的能量啊 运转的轨迹 对人这种奇异的影响 这之大 人是非常强小 我们反复就是在讲这些东西 那他 这个之外 这就是一个大的法则 而法则之内呢 叫这个数 你如果运用这个法则规矩 你可以 在这个法内 我们叫法律边缘 游然有余 但是学这种这些 这个都是师父找徒弟 为什么他 如果你心性不好 你学的越厉害 那就是流氓会武术 那就麻烦了 天下大乱了 所以医者人心 医者医德 是排在第一的 古代这个医字啊 下面就是这个乌 乌医是不分的 以前也叫乌补形象 后来 他才把这个乌归到山这一类 我们下车了 都被打了 那么你们 我可以可能 我跟他一类